我們之前有提到 所謂約分 就是把分子和分母同時除以同一個數 而我們在表示分數的時候 分子和分母 我們都不會用小數呈現 我們在表示一個分數的時候 擺在分母跟擺在分子的數 我們都會用整數來表示 所以經由這個條件我們可以發現 當我把分子除以一個整數的時候 這個數呢要能夠整除分子 能夠把分子整除 也就是說實際上 我們在約分時除以同一個數 這個數必須是分子的因素 而我的分母也同時除以同樣這個數 為了不讓我除出來的結果 產生小數 所以說呢 這個數也要能整除分母 換句話說 我們同除以同一個數 這個數呢 也是分母的因素 所以我們在做約分的時候 把分子分母同時除以同一個數 而這個數不是隨便任何一個數喔 這個數要能整除分子 也要能整除分母 也就是說 我們除以的這一個同一個數 它既是分子的因素 也是分母的因素 那我們從前有學過 當一個數 它是分子的因素 也是分母的因素 那其實這個數 就是分子和分母的公因素 所以 實際上我們在做約分這種計算的時候 我們就是找到分子和分母的公因素 利用這個分子跟分母的公因素 來幫助我們進行約分 所以下次各位同學 你在約分的時候 你不需要一個一個去試 試到底哪一個可以成功的讓你約分 你只要去找出分子和分母的公因素 這樣子的話 這個公因素就能幫助你來進行約分了